他是朱元璋的孙子,朱棣死后他马上篡改政策,成为千古一帝。 明朝其他皇帝多但正常的皇帝,也不少例如文治武功的太祖皇帝万国来招的永乐大帝,他们都是历经图治的政治高手,当然开启人宣之志的人宗朱高赤,也是一个颇有政绩的好皇帝这次小编。 来说说,关于这位皇帝的事迹让大家来探讨下他的政治生涯,朱高赤明明朝,第四任皇帝人宣之志的奠基者同,小舅是一个充满人爱和儒雅的人。 深的祖父朱元璋的喜爱父亲朱棣,也因为他人心宅后所感动,并死后安心传媒给他。 相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朱高赤,再早年把大部分时间,用于如数研究上和祖父和父亲的执政理念,大多不同大家都是朱棣的皇位,是靠起兵造反成功得来的。 所以他对待反对他的人都是斩草除根,的和朱然璋的做事风格一模一样。 做事就要做绝立如,把方孝如朱了十足,把凡是支持建文帝的大臣全部贬为奴。 立朱高赤是一个有正义感和良心的皇帝为改正父亲的错误不畏人眼,一路上披荆斩棘,只为做一代明军,静难之战朱棣,为皇位杀人无数被贬为奴隶的大臣更加不计其数。 所有忠于建文帝的臣子都被贴上奸臣的标签,包括太祖皇帝留给他的三位人才。 其太皇子称,方孝如然而朱高赤刚上台,不久父亲的尸骨未寒,就把他们全部拨乱反正这,让很多大臣认为他大逆不道。 因为当时的规定,是先帝驾崩后皇太子继位后部,能马上自己当家做主,要沿用父亲留下的各种政策,和命令想要弄新政策也要。 一年后当时朱高赤就立即下令凡事在静难之战中,被贬为奴隶的大臣和家属。 在一片的争议声中,朱高赤完成了一系列的壮举,因为这些举动为大明盛世做了铺垫。 虽然他在在位时间很短,短短的一年时间,立凭着这些事,足以对了启明君的称号,也无悔于他的嗜好中的那个人字。 如果上天给他多点的时间,让他的人正继续下去,相信明朝的一定会繁荣昌盛,一片向荣,可好人都是短命的。 在为十个月了他感病后,不久就驾崩了去见他父亲去了,虽然朱高赤去世了,是为人心柴后的皇帝做的好事会让历史所铭记,至少那些被赦免,被平反了人都会感激他,牢记他。